我上次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说说凶 就是大家有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呢 他连底下留言都没有问我 就是说凶需要知道什么 大家都是注意到 我安全带没有戏 超傻眼的 还有人说我买你买心 然后后面上天一气之下 我就拍了说 为什么我买你买心 关你什么事情 好啦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关于你说凶的部分 需要恢复多久的时间呢 我觉得够品 见仁见智 因为我恢复的时间大概三天 三天就开始蓬勃了 真的哦 来看一下 他现在这样子是有胸部的 然后拿掉的时候是没有胸部的 是不是有点赤乳 但他现在这样子就是 已经修护完全了 然后因为他除掉的时候会有一点疤 所以我就叫他去穿乳环 这样子看起来就可以修饰一下 路头的部分 基本上我做完之后啊 还是觉得好像很怪 就刺青把它刺起来了 我前面的地方看起来 不会空空的 但是就是说完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吗 说完之后很多人会说 你有什么感想吗 会不会后悔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唯一不太奇怪的就是 因为之前会穿鼠胸啊 或者运动内衣 我之前的奶奶本来就很小了 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纯粹只是觉得好像疫情期间好像应该要做一些平常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对不起做这件事 而且我前后其实没有咨询很久了 大概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决定好了 那你有想要告诫各位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已经做完决定了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冲动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做一件事情想太多 或者是你去爬 因为现在这是爆炸时代 你去爬再多的文案啊 文章啊 你就会有一点胆怯 因为其实像我很多客人都会问我 然后去做的朋友们 他们也会有不同的体验 还有不同的感觉 就好比说 可能我自己 因为懵懵懂懂 然后没有做作业 然后就去了 但是我做完的第一天 最最的因为全满 然后第二天是最挣扎 最痛苦的一个事 我觉得大概最难熬的就是前三天了 你知道我去做桌上的时候 我想说为什么不能一起做 那大内内的T字啊 因为我内内在B以上啊 就要T字 大内内也可以一次把乳头用完 过了三个月 他才把我乳头缩小 为什么 整个人比例超怪的 可是你的内内是因为明显的 比较下面啊 难头啊 他比例可能不错 可是整体来讲的话 这么赤裸 会不会被打马赛克 黄标啊 没有不会了 我每次都跟他讲说 身体都没有洗干净 因为这样其实看起来 我觉得还不错 比较不会感觉好像太干净 怪怪的 而且其实啊 大家很多人会问我说 诶会痛吗 然后你是找哪个医生 其实我觉得收胸这种东西 还是要靠一点点运气 因为我后来听过 还有人家收胸 然后收完 他抽纸没有抽干净 然后导致凹脱不贫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有些人胸部如果真的比较大的话 当然就一定有风险 可能就没办法抽得很干净 前提之下是因为你是A 所以才可以抽得那么的干净 我在想 差点忘记了 你只有剩奶头而已 只有奶头 奶头还 旁边还有一样的坠肉 而且我最近还有一个客人 就是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很不好意思的问我说 因为他才刚做完不久 然后说 其实我问你哦 你到底要多久 就是肉才会长出来 因为我现在超凹的 就大概两年吧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完胸 然后基本上半年没有办法做 提重物 对提重物 做伏地挺身 对伏地挺身啊 然后做那些 我是觉得都大概到八个月 我才开始可以 其实修护期应该都是蛮辛苦的啦 他是完全没有知觉 要有抵抗的好不好 所以我有抵抗 好啦我刚刚整理一下 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前面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自己觉得第一件事情 你要找到你信任的医生就好 然后再来的话 预算上基本上 连梯子的话 大概都在二十五 这几次做二十万 但我二十其实还有包含整个修复症 我前三天都去打点滴 然后打修复 然后打到第三天的时候 其实我突然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打了四瓶还六瓶 我打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会上班 第一天山西 然后第二天看地狱 然后第三天整个就是可以去上班 修复其实真的也蛮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 还有你看到以后啊 会背两个引流管 引流管的话就是你要背三天 真的假的 对我那三天就是觉得 我自己称它为什么你知道吗 修纸圈 就像我家的帽带的那个修纸圈 然后我三天都不敢出门喔 那会怎样 就是你要引流 要把鞋印出来 而且有些风险 有些人做完以后 他会鞋走 我朋友去做奶的也会 就是如果体质的关系 还是会有鞋走鞋块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我运气蛮好 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重点 就是引流管要抽的时候 要有心理准备 很痛吗? 那个时候没有心理准备 那个护士给我抽下去 那一瞬间 我觉得你没办法 又来 引流管抽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很像你整个胸口 然后从对面板 把那些管整个抽出来的感觉 就是你胸口 里面好像被塞了很多管子 然后整个view出来 那一瞬间大概三秒钟吧 就是我抽完以后 就是瞬间就结束掉了 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再来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要穿那个硕胜衣 硕胜衣的话 其实它都是说什么量身定做的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有点浪费钱 因为它是套餐里面 但是因为我奶比较小的关系 你知道我穿几天 穿三天 开始也以为 那是浪费钱什么 但是后来我看到我朋友 他是大胸部 真的会有一条线 所以他就必须得要穿硕身衣 就不会有那一条线吗? 还是是因为他胸部比较大的关系 修护本来就比较不好修护 他第一他修复比较不好修复 然后第二是因为他大胸部 今天做这个手术应该是二十几岁 或三十几岁 然后你今天做完以后 就是反正就会很像一个杯子 然后你压在一本桌上 它还是会有痕迹嘛 然后你越重 当然它压的线会越明显 然后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oh my oh my oh my god 不可思议 原来我这么幸运 我觉得胸部大小也有关系啦 幸运当然有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 看他怎么跟医生做咨询沟通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所以咨询真的蛮重要的 多咨询 后续啊如果你今天是B以上的奶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那个说声音蛮重要的 后期我的观念是这样 第一他的说声音蛮重要 第二的话你的伤口照顾 你的疤 如果你是开一圈的 因为他有分梯子或是奶头 那你如果是开一圈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到什么 就是开一圈 我有朋友他开的时候 他的疤竟然在上面 我是一个笑脸 然后他是一个哭脸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 还是要去跟医生咨询说 如果他今天一开半圈 或是整圈 那他疤会是在哪里 或是他缝 缝合的地方可能是在哪里 然后长怎样 那如果有卸足肿的体质的话 也要问清楚 如果你很在意恢复的那个疤 我觉得嗯就是在咨询之前 我觉得这些如果可以避免掉 当然是可以避免掉 才不会有一些纠纷 就是除了介入这种的地方 你要知道在哪里 然后再就是修复的时候啊 其实可以买那个 初八的 专门就是手术完初八的 到早上是一个老医生 然后他是算住点的吧 就开完我没多久他就疯到了 不过你也是算是那个很鼓起 然后马上也很冲动去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蛮多朋友都有在问 但是真正去做的真的不多 我觉得还是有费用上的问题吧 还有就是家人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像我也是做完以后 我爸妈才是 你那只手在干嘛 很小啊 嗯怎么怪怪的 其实我觉得后续蛮支持的 因为其实我只有跟他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家长会有点反对 的话你跟他讲一件事情 什么是 我觉得蛮好用 什么什么 呃我自己也是这种思维啊 所以我才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就是 我那时候30岁吧 30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妈有就是 遗传就是肌瘤之类的 我会觉得说 如果那时候要去开刀干嘛的 然后那时候我40岁了 45岁了 体力上可能没有那么好负荷 因为毕竟他是大手术 你说胸部上有找纤维瘤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你刚好趁这个时候 拿掉那一那 就不会有这个 长这个的风险嘛 对 他就比较不会长这个风险 唯一会有风险就是 他就是乳头的一些疾病 但我是觉得说 那我就避免掉很多风险 所以你是很推荐大家去做手术的吗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 就是人生没有后悔 想要去做的事情就赶快去完成 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做 那当然没有人可以迷你啊 做完了之后 也会有遇到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怎么男车还女车啊 你去游泳的时候 你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脱衣服啊 然后等等的 像我以前遇到厕所 我一个阿姨说 阿姨我女儿的 但是我现在跟阿B说 阿姨我女儿的 我没有奶奶给她看啊 难道我要脱裤子给她看吗 但是我也没有后悔啊 我顶多就是去上 那个中间残障厕所 不然就会忍到回家再上厕所 而且我女儿如果跟我讲的时候 就像她最近给我带这个 然后她就说男主女友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后悔要啊 你如果当你今天都 呃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了 那你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在乎的人在乎你就好了 如果你今天要在乎太多人的眼光跟感受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去思考说 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今天也只是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最近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 欸之前人家问我的 那如果你今天有不一样的问题啊 或者是不是你觉得都没有讲得很仔细的 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告诉我 更完整的拍一部影片 然后告诉你们 甚至于你们 哦想要去用直播方式 然后马上回答到你们的问题 也是OK的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